熱熔膠條抽在椅殿上 光聲音就嚇人 昂華河美一名國小三年級的陳小弟 手心跟肚子留下五條紅腫傷痕 既然是安親班男老師 用熱熔膠條打的 有點誤會就是 小孩子緊張了 反躲 打錯地方了 誤會造成了 爸爸坦誠確實曾經拜託老師 該打就打 但看到兒子的傷勢 第一時間還是生氣又不捨 事後社會局跟教育局 遇到安親班調查 老師也坦誠動手 確實不當體罰 有一些紅腫的部分 還有一些打到肚子 還有手心手背的部分 依據那個喪失 可能是有一些不當體罰的疑慮 打人的就是這位男老師 他說是因為陳小弟 連續多次忘了帶功課跟文具 出手教訓沒想到打偏了 事後向家長解釋並且致歉 也再次公開道歉 但是他有說 對 他是說這樣子 對 都變成打到肚子而已 對 社會的觀感比較不好 然後我在這邊道歉一下 不好意思 但別小看熱熔膠條 打在紙盒上紙盒馬上破裂 打在水果上馬上留下 一公分深的凹痕 教育局調出了資料 還查出案外案 業者申請的是補習班 課後安親班沒有立案 違法招生 俗稱的安親班部分就是我們兒童客後照顧 部分是沒有依照規定來申請的 雖然家長不願意為難老師 但體罰學生就是不被允許的 即使家長默許 老師跟安親班還是要被追究責任 記者陳孟輝 彰化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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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